大家好,我是马拉康 今天这期视频呢,它是一个教学视频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青春有你二 最近这个华语乐坛新兴出来一种表演艺术形式 叫什么呢,叫read 那么表演这个read的人呢,被称为reader 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我在read这方面真的太有天赋了 如果这个read在业内发展起来的话 那我必将是reader界的领军人物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 并教学,让大家人人都成为一个合格的reader 首先我们了解read呢,一定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两位创始人 首先第一位是牛姐,秦牛正威 那另一位呢,是这个李希宁小姐姐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牛姐的歌词 就当是一场梦,我们要怎么read它呢 我们当然不能像Johnny J那样,就当是一场梦 不对,错误的 你不能这么懒散,你要像牛姐一样 就当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就当是一场梦 你可以稍微加一个点头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节奏感 但你不能太有节奏感,太有节奏感就变成什么 就当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这就变成土嗨了,这就不行 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自正腔圆 就当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还是很想被你保护我心里的惨痛 喜欢我,很辛苦,其实我全都清楚 放心,这世界很坏 但我记得你的叮嘱 记得,记得,记得 这个记得,它是一个亮点 就是那个亮点 这个亮点呢,我们一定要抓住 因为我们只有抓住这个亮点 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 教学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怎么样 像牛姐一样成为一个reader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位这个创始人 李希宁小姐姐的作品 淡黄的长裙,非常的有名 那我们要怎么像李希宁一样read呢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淡黄的长裙,放松的头发 一定要双眼无神,你懂吧 双眼无神,没有灵魂的感觉 灵魂出窍的感觉 你要记住一点,在read界 没有灵魂,才是真正的灵魂 这句话是个哲学,你好好评一下 很多人就说你这个李希宁 你这个这个这个,你这个read的一点感情没有 你还配称为一个reader吗 其实你们都错了 你们只看到了第二层 而你把它想成了第一层 实际上呢,它是第五层 老千层柄了 这就叫无魂胜有魂 我再给大家从头到尾演示一下 如何像李希宁那样read 淡黄的长裙,红松的头发 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寂静的街道,和空荡的家里 剩我一个人在开狂欢的party a party pa, pa, party 啊,不是party 是party 发音一定要标准啊 party 相信我,我的演示之后呢 大家要下去之后,勤加练习啊 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reader 啊,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学到了的话,记得在弹幕打个学到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啊 别忘了,点一个赞,好吧 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共同努力 让我们reader啊,在业内发扬